在花莲耕耘10年有成的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 27号下午来到花莲 从南往北展开车队扫街的行程 而晚间6点在竞选总部有一场小谈话 支持群众急报总部 而肖美琴除了表示非常想念花莲的乡亲 也恳请大家把对美琴的支持转移给美惠 让张美惠能够在地方与她在中央共同继续为花莲打拼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 27号下午从花莲南区出发 以车队游行向各乡镇市的民众来拜票 晚间6点回到了花莲竞选总部 和支持群众有一场小谈话会 热情的乡亲挤爆了竞选总部 大家争相想看看久违的肖美琴 肖美琴除了表示她也非常想念花莲乡亲之外 更恳请乡亲把对她的支持移转给张美惠 让张美惠在地方与她在中央可以攜手 继续为花莲打拼 这三桌里面只有谁在花莲的朋友最多 肖美琴 对吧 啊三桌是什么人动算 花莲人都可以说 那就是我们花莲的女孩对吗 肖美琴 我们花莲有很多工作 不是喊一个口号 喊一个标语 到了选举期间挂个看板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有耐性 也需要大家支持好不好 好 民进党花莲区域立委候选人张美惠也表示 选战关键时刻 她的对手傅婚曲 居然只是在做个人的政治事务 我的对手 供召一全国做辅选工作 去做助选工作 真的没有把我们花莲的乡亲 我们的选民放在眼里 我真的听了 我们要有一个全职正职 不要兼职的立法委员好不好 我们要的是能够全心全意为花莲付出的 而不是立委只是她的坚持工作 那她的全职是什么 谋取个人政治利益这样子的候选人 这样对不对 对 真的 我跟美琴 美琴跟我还有田志轩 我们都是全职 而且把这个工作就是正职 不是兼职 我们从花莲 为花莲付出 一路以来都是道谢在 美琴 包括对于国家的付出 也都是一样 这样才能够全心全意 心无旁目 双美琴表示 花莲不是政治上的沙漠 已经开出很多灿烂花朵 希望这一次双美合体 花莲再起 能够让花莲有新的改变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